赶快来看看了疫苗的问题 其实在6号晚间 有一批台湾自购AZ抵达了桃园经厂 不过这批59.4万剂 根据了立委温玉霞的预估 采购价格就要1.3亿 萧綦却只到这个月的月底 时间这么紧迫 让这些党立委质疑了 这到底是别人挑胜的 还是政府采购相当不利 昨天最近进来的AZ有54万剂 那它的到期是30号 就月底 11月底 那这个AZ 我们之前去年所定的是 行政院报告也是1000万剂 那1000万剂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定了 而且一直没有说全部进来 都是零零逊碎的进来 昨天说到的 然后到期日又是在月底 如果我们以前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定是说 要从原厂直接出来 那从原厂直接出来应该是180天才对 怎么会是只有24天 这个我们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 是人退费还是人竞出的 对不对 应该不是从原厂 原厂不可能卖给你24天的 出货给你出24天 那好可能 我们还要7天的检验 那7天检验再扣掉7天的话 再送到各单位手上的话 那不剩下不到两个礼拜吗 那这个怎么可以来得及 到底是过去采购不利 然后一直存不到货 现在人家快到期的就丢给台湾 那台湾不是太丢脸了吗 这个这两个问题 这个陈时中要确实的 很坦白的向全民来做一个报告 否则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指挥中心的采购能力实在是太差了 当5月份需要的时候买不到疫苗 到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需要的时候 结果来了机器货 那时间一到 你只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拿去丢掉 第二个拿去送人 可是送人的话 你现在有哪个国家会要呢 这种不把人民纳税钱当钱 然后任意挥霍这种做法 我相信如果是花他自己的钱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据理力争 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获得这些疫苗 现在人家不要了 或者已经快过期了 全部塞给我们 我们去全吞 这是什么样的政府 从2号开始到KTV唱歌 免戴口罩 KTV南霸天生意会流六成 不过网络上却有破文说 因为房东不降租 所以部分的据点 现在必须要收起来 业者也证实这是最坏的情形 因为17间的店面 光是租金每个月就高达了900万 加上人事费用 半年就亏损了2亿元 手抓麦克风卖力开唱 不用戴口罩轻松标高音 疫情回稳高雄知名连锁 KTV南霸天 K歌坊大爆满但却传出 脸书有粉丝团po出讯息 电名南台湾KTV龙头 如果地主不降租 不排除测点部分门市 毕竟经营成本这样子一直提高 还是一样会有这个测点的打算 业者证实租金跟地主协调中 最坏打算就是测点 但都是因为疫情期间 17间店面一个月 光是租金就要900万 但业者员工薪水照发 短短半年亏损2亿元快hold不住 2号开始K歌不用戴口罩 客人回温6成 但跟疫情前还是差很大 业者转开自救 跟房东协调降租打5折 也会推出超跑婚宴促销方案 疫情舒缓 残影和娱乐产业 卯子全力凭业机 要把损失快快赚回来 借了一亲王书宏高雄岛 如果天气 冷嗖嗖来个暖乎乎的夜市小吃 吃起来喂肠胃应该都很开心 高雄在地20多年的青年夜市 告诉大家历经了6度的搬迁 终于回到了最初起源地的凤山 而且告诉大家 这回很特别很不一样 特别地扩大了规模 总共有165个这么多的摊位 总面积扩大高达了3000平 其实在6号昨天重新开幕 请来了谁辣妹来助阵 现场真的是火辣辣火热热 还有知名的艺人吴宗宪 县哥也来了正台来炒热气氛 而且回归第一天其实就涌入了3万人 大家很捧场 夜者现在赚饱饱笑得都超级开心 热腾的卤味还冒着烟 马上就被老板快手装进袋 直达顾客嘴里 全家触动地里手拿网子玩捞鱼 有吃又有玩 青年夜市重回凤山 在地老顾客通通来回忆记忆中的好滋味 不要再一直开开关关了 真潮小学家老累了 有商机大家都很开心 目前没有这么大型的夜市 你在海泉那边好很多 人潮满满满 前胸贴后背 挤得水泄不通 想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 青年夜市开幕第一天 还请来辣妹助阵 露出好身材 火辣热舞 民众嗨翻带动现场气氛 青年夜市深耕在地20多年 历经6度搬迁 终于又回到最初起点凤山 这次场地扩大规模 总面积高达3000平 规划有7条街 一共165个摊位 还设有停车场交通方便 第一天就涌入3万人 还请来神秘嘉宾充人气 都没有听到尖叫声 艺人吴宗献开场现场 底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那些手机成了一片手机海 气氛还到最高点 摊贩民众好开心 对比先前搬到凯旋夜市旧址 人潮稀疏 如今青年夜市搬回凤山 人潮大复活 疫情将几万人几报 重新插亮这块20多年老招牌 记者林依清林益荣 高雄报道 好 真的不要车祸要小心 当然同时我们来关心 一期的消息 好疫苗又有到了 但是这一批到的疫苗 有问题吗 其实是没问题 但是它们是极其品 马上就要过期了 而且告诉大家是我们自己掏口袋 花钱买的 砸了公堂买的 但买的居然是极其品 好 我们自己政府官方 自己买来的59.4万剂的AZ 昨天终于抵达台湾了 好 但是我们买的居然是极其的疫苗 只剩下17天可打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效期只到11月底 扣掉封检程序最快7天 等于只剩17天可以打了 来看这回我们自己买的 59.4万剂 不是人家送的 是我们买的 好 AZ 疫苗居然是10月30号 马上就要到期了 在11月6号终于抵达台湾 这一回他们打算要提供 第14轮 15轮来接种 好 预计到11月底 第14轮是11月13号到19号 总之11月底前就要 必须要把这一波打完 要被人家也过期了 好 其实这回 因为你看了很多人 现在最近有还打潮 会不会这一批 马上要过期的疫苗 结果根本打不完浪费了呢 那这个真的是 来看是AZ跟BNT 现在他们推出 这样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这一期的政策 AZ跟回瑞免预约 你就可以来施打 BNT AZ第一季 还有BNT回瑞第二季满18岁 而且间隔4个礼拜以上 还有AZ你第二季 也放宽间隔8个礼拜 总而言之就是都放宽了 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来打疫苗 要不然这个疫苗过期了 很多人都傻眼 那钱不浪费了吗 立委呢 温玉霞就说了 这个检验封检 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你真正吃哪日期 你算一算 其实只有两个礼拜 如今我们国内 你不是官员之前都说 没有疫苗 不缺疫苗 那为什么还要接受极其品呢 如果真的不缺的话 台湾官员居然还接受 难道没有赌值的问题吗 是不是要查一下办一下 好来看看网友 大家也都很不给脸了 都痛骂 有人说 为什么要捡人家不要的疫苗 还有网友说 药厂你要不要给个交代啊 还有网友说 收到这批货后 搞死一堆人 包括卫福部 所以呢 在野党就质疑了 现在呢 这样子难道价值1.33亿的 这个疫苗 如果没有打完 就这样子放水流了吗 这些都是我们辛辛苦苦 纳税员 缴税的钱 给官员这样子 这样子做一个决策 花的吗 植一涉及了赌值问题 更开栓 希望这次有会议记录 谁到底是拍板 来确定接下这一批疫苗 点关心 在野党痛批 明明各国都在抢疫苗 台湾却还只能买到 集齐品 但更关键的是 到底是谁允许收下 集齐疫苗 订单下得太晚 那或者是订单下得很早 被人家吃定了 人家就该给人家给人家 最后快过期赶快给我们 这个有点欺负台湾人的味道了 先前郭台铭要买BNT时 医师礼宾 还曾在广播节目上嘲笑 透露有听说这一批BNT 是快过期的疫苗 直到被批评后才改口道歉 没想到郭台铭买到的不是过期货 反倒是蔡政府自己 买到集齐品 网友开酸 蔡政府就是被AZ厂商 当成真乞丐 见人家不要的 是没人想打才丢来台湾 就怕集齐的疫苗 最后根本打不完 对我们来讲 没有那样的急迫感 我认为这一批进来 它一定会变成类似自销了 陈世聪也要认真思考 干脆把它送走好了 在提升疫苗覆盖率之前 恐怕蔡政府得先交代清楚 超前部署的自购疫苗 为何都成了集齐品 记者林世坚 学郭好台北报道 Y楼说是别人的退货品吗 另外呢 这个英多多讽刺说 哇 塔利班真的是太强了 买的都是集齐品 David 买几千亿的税花光光 结果疫苗还要接受各种施舍捐赠 好 你看起来 大家其实都对政府是很不满意 不过呢 现在目前在我们台湾的国内疫情 是趋缓当中 现在夜店解封了 台北信义区的两家的夜店呢 获卷复业 结果你看这个门口出现了 久违的跑趴的辣妹 排队人潮呢 人身顶沸 大家都闷坏了 好 现在呢 这个想跑趴啊 至少你要打完第一剂 超过14天才能够入场 还得出示疫苗接种的证明 好 夜店现在虽然恢复了热道景象 而且呢 连《综艺天王》吴宗憲也来朝圣 凌晨新义区夜店门口出现 久违排队人潮 年轻人大排长龙 终于等到解封迫不及待 进场开始嗨 只见辣妹们穿着黄色小可爱 搭配超短热裤 戴着口罩在舞台上 卖力扭腰摆臀 让气氛还到最高点 《综艺天王》吴宗憲也来朝圣 上香槟的时候会有辣妹酒 在那里咬 觉得哇 原来还有开香槟啊 跳舞啊干嘛 我已经老土了啦 新义区两家夜店申请赴业成功 不同以往 现在还要出示疫苗接种小黄卡 年轻辣妹盛装打扮 前来跑趴 上的夜店包厢呢 每一桌也都会有十名的机会 那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做清洁 消灭的部分 夜店重启首日 也有三四百人涌入 但还是有人因为相关证明 没有准备齐全遭到拒绝入场 侠区警方也出动52名警力突袭检查 八大从业人员必须接种第一剂疫苗满十四天 首次服务前要提供三天内快筛货PCR 因性证明 未完成两记者则是每周一次快筛货PCR 随着夜店复业后 新区的夜生活恢复往日溶景 民众跑趴也要兼顾防疫 不让这般热闹场面成为 昙花一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